你发现了吗 老牌歌手苏友庞是真的有两下子 就算转型多年当了演员也当了导演 如今靠一首爱重新回归舞台后 意外被考古出的另类翻唱 成了火遍全网的热门BGM 就是我看着歌词挺熟 怎么也想不起来姿名叫啥了 想爱的把握 要融合在搜索 想中这寂寞 难道就不寂寞 你感情这一首是邓紫棋的泡沫吗 不得不说苏友庞真的有点本事 他跟刘美玲的合作舞台 小丑跟女孩的角色设定 一首听下来仿佛在看音乐剧 只可惜那 这场另类改编在当时没活 本而在苏友庞参加批歌人气暴涨后 被网友考古出来听了一个多月 最近才发现原来两人翻唱是泡沫 估计邓紫棋本人来听都要拍上一个小时 上次被改到亲妈都不认识的歌曲 还是胡燕冰操刀的那首李白 如果不是当年被这首歌洗脑了太多遍 歌词差不多已经形成条件反射了 要不还以为这是胡燕冰唱的首新歌呢 胡燕冰的改编暂且不提 就说苏友庞的惊人改编可不止这一首呢 咱们也没想到苏友庞居然脑洞大开 将悲伤情歌绿色改成了disco舞曲 虽然改成了快节奏歌曲 但是曲调没有大改 还是能听出原曲是哪首 就是这改编太大胆了 一般人谁能想到呢 成立的这首歌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 但如果你听过苏友庞跟苏玉莹合唱的版本 绝对能让你一秒变陌生 孤独后秒变旋疑风 再搭配苏玉莹的笑声 妥妥渲染气氛的一把好手呢 虽然改动跟原曲相比很大 但确实很好听 相信我 你听过之后一定会全网搜索苏友庞版光的完整版本 你说你说我们要不要在一起 你听过斗牛版的我要我们在一起吗 别人不会 苏友庞绝对能满足你 听到现在已经完全想不起来 李泉老师弹着钢琴演唱的抒情版了 固定上的少年 是不是你 真的很震惊 原来王妃的歌也能唱成腾歌儿版吗 王妃的空灵吟唱被苏友鹏改编成了草原胡迈 当唱一个大震惊 本事居然还觉得挺和谐 可能是更接地气了吧 虽然苏友庞跟黄霄云演唱的保留没有大改动 只改了几个转音又加了几个转音 但好唱功确实是展现了一波 是那种想反复听的翻唱 听完以上几首苏友庞的大胆改编 你觉得哪一首最好听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